第一组的七位学员登场 他们分别是来自 挖掘娱乐的学员张家元 任印鹏傅思超 和来自嘉行新月的学员周科宇 钱正宇徐胜姿何义震 欢迎他们 会有全景吗 全景看上去我是不是矮了一大截 非常欢迎 那我们先跟线上的创始人们 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腾讯视频 创造营2021的学员张家元 大家好 我是腾讯视频 创造营2021的学员任印鹏 欢迎欢迎 不要太紧张 哈喽大家好 我是腾讯视频 创造营2021学员虎思超 哈喽大家好 我是腾讯视频 创造营2021学员周科宇 哈喽大家好 我是腾讯视频 创造营2021学员钱正宇 哈喽大家好 我是腾讯视频 创造营2021学员小和何一俊 好的 再次欢迎各位 那昨天的正片里面有提到 我们分别是来自两家大公司的学员 对不对 好 那这里创始人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问你们 说原生公司对成团的概率影响大吗 这个问题先让佳元来说说看 我觉得不大 因为这个成团这玩意吧 你靠自己也没有用 你得靠闲学 就是自己就直观努力 其他靠天命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 对于佳元来说可能比较尖锐 如果挖机的三个人有一个人能成团 你觉得会是谁呢 哎呦 这个问题属实有点尖锐哈 我觉得是 我觉得 我觉得龙总能成团 因为 因为就是我们仨嘛 就也不好说吧 三人形必由我是谁成团都无所谓 反正 但是龙总把我们就是选过来的 然后也是要我进到这个公司 让我开始这个 冲浪营的这个虔诚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挺感谢龙总的 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成团 应该是他 哇 想知道你很聪明啊 你的回答非常深入人心对吗 好 那我们问一下嘉行 问一下徐胜兹 还是刚刚的问题 你觉得原生公司 对成团的概率影响大吗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大 因为 这个成不成团 还是要看自己的实力 其实跟公司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只要自己实力好 然后够努力 我觉得成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未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对吧 对对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右手边呢 这个提板 每一个人的头像后边 这里粘了一张贴纸 贴纸下面呢 藏着的是我们 腾讯视频和微博上面 创始人们 对于大家每一个人的问题 那我们就按照顺序来看 首先来看家园的 这么唱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是 网友评价你们出舞台 看不出来是个啥 以为唱的是好运来 等一下 好运来 好运来的 对还真有点像啊 好运来的 好运来的 真的吗 真的吗 哎很像哎 好运来的 我怎么看 我当然看不了了 我没有手机 我觉得应该去腾讯视频上看 那个我们唱的好运 这个好好笑这个 那有没有 没事 没事 正好这不是好运来吗 正好快过年了 过完了 对 年过完了 正好就是 延迟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 很甜啊 那有没有未来的舞台 对于就是创 创始人们 跟他们说一下 自己有什么想法的 因为第一个都好运来了 那第二个打算什么 开门红吗 那肯定的呀 好 可以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这个沾的是好 来 好的 我们看一下何云鹏的问题 出舞台你说自己像助兴的 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我其实我觉得 对当时确实我们挺想助兴的 然后我现在 就觉得 也不能这么说吧 就是还是有努力的去改变吧 然后 这么说吧就是 那天我说我们舞台见 之后我们一公见 对 好 好的 来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哦 我旁边有一只海星鹅在帮助我 谢谢 好 我们来看福斯超的问题 在岛上还有继续做歌吗 有没有灵感来了 突然想写首歌的冲动呢 啊 啊 有 然后我其实最近也在写歌 因为那个最近还蛮有灵感的 就是看到了好多新的朋友们 新的学员 还有一些比较 岁数比较大的呀 像博园安远书啊 都岁数比较大嘛 然后就看他们就是 虽然可能年龄比较大 但还依然坚持在追梦的道路上 就特别有感慨 所以就还蛮有灵感 其实最近也在坚持写歌 好的 那创始人们都听到了吗 好的 那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诚恳认真的回答 接下来呢 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 是个游戏 对 我们看后面身后有一张地毯 上面画了各种颜色的圆圈 那我来说一下 我们游戏的名字叫做绝对指令 那游戏规则呢 就是我们按照公司分为两组 也就是挖机组和家庭组 那比如说 挖机组在台上的时候 然后那家庭组就跟我在观战区 可以看他们进行游戏 那在游戏开始之后呢 所有人都站在垫子上 根据我发布的指令 来完成动作 如果没有完成 算是失败 那我们总共有三条 每一组有三条指令 好吗 好好来啊 我们盯着你们 突然有点担心 咱们自己 干嘛 你踩的好 你踩的好 真踩他 稍微收点劲 那我们来听第一道题目 三只脚在蓝色 两只手在黄色 一只手在绿色 这也太简单了吧 都是有浅入身的吗 三只脚在蓝色 两只手在黄色 一只手在绿色 摸个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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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检查一下 看一看 三 二 一 一只手在绿色 一只一 没人碰到的绿色 家园家园一只在黄 在绿 我看到思超的手 刚刚会在绿色 思超你干啥呢 你不能把手放这 我摸的是黄的 不是两只手在黄吧 你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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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以为他在了 他以为你在了 然后两个人都没在是吧 你们故意的是吧 你干啥呢 你在那 我不知道 想提要学会 好的 那这第一条指令就没有完成 来第二条指令 两只脚在黄色 两只手在红色 没有了 这个有点难 你们单脚占两个 两个人单脚占红色 龙龙你坐在哪 然后把手放在红上 你坐在地下 你坐在地下 对对对 然后你一只脚单脚踩在黄色上面 对 哦 厉不厉害 漂亮 厉害厉害 一只手在红色 一只手在红色 四只手在绿色 我这也好难 这个也 一人一只 两只脚在什么 什么来着 两只脚在红色 一只手在红色 四只手在绿色 四只手在绿色 膝盖可以碰地 就是只要脚不碰地就行 哦 再次展示了这个 张家圆 你是属于坐地啊 四只手 对四只手 咱们俩一人一人一只 一人一只 对对对 不用碰 你碰了几个 那我碰两个红的 不再行 那你这样 你就一只手碰的绿色 然后一手碰红色 一只脚在红色 对 来我们给个倒计时 三 二 一 他们完成了吗 检查一下 两只脚在红色 一只手在红色 四只手在绿色 对了 对了 好的 那谢谢可以 可以站起来了 我们来 回到我台中央 听一下各自的成绩 我现在觉得你们第一个是让我们的 让的让的 那刚刚的成绩 是挖机队答对了两个 两条指令 然后嘉庆队三条指令 全部都答对了 谢谢 谢谢 不用谢我们 还有一份小礼物呢 是来自我们的海星鹅 吃的吗 吃的吗 这种人每天给我们发布各种任务 看一下是 辣条吗 可以披萨了看一下 能吃吗 每人一份哦 谢谢 没有拿两块泡 吃不了 不能吃 哎呀这挺好啊 好 唯一童年 这个呢是怀旧童年玩具礼盒 希望能够在休息的间隙里边啊 大家可以通过他们来调整一下自己愉悦的心情 虽然说我小时候都没玩过这玩 但也感觉还挺好的 好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我当你们再谢谢他了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到来 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黄色的门走到休息区来休息了 非常感谢大家 刚才实在是有点卖力了 回去要好好休息一下 还是吃的实际一点我觉得 怎么上来就管我要吃的鹅哈哈海星鹅 海星鹅 嗯好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黄色的门走到休息区了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最后的比赛要继续加油 好 好的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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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